哎呦 这唐总挺卖的 哎呀 富丽堂皇啊 这楼有多少层啊 你来我这应该不是为了看风景吗 是这样 唐总 律师函呢 我收到了 今天我来的是专程向您道个歉 这件事情我完全是不知情的 这个白晓曼啊 她完全就是瞒着我去干那事 我要知道肯定来了 她是你受益的吗 毕竟之前你不是干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承认我当年这个刚接手公司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这个小动作 但我呢都是本着学习借鉴 我也没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嘛 你相信我 我跟这白晓曼啊完全不一样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有家族传长 我要脸的 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嘛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个人啊 对这个服装公司啊 就完全不感兴趣 我不喜欢 是这白晓曼在我面前 幸福在他跟我说 我能把这公司替你管好 我耳根一软 我说那你去管吧 谁知道闯这么大一个祸出来 还得我亲自出马 来给他擦屁股 唐总 不管我们海耀啊 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可那毕竟是我父亲 当年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啊 我不能让他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是不是 咱们两个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老牌公司了 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我们被这个店商欺负得是什么样了 有多少店都关掉了 这种光景下 我们应该共度难关吧 不能互相拆台啊 你看你是不是挺清楚的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这个事情 我们公司承受了多大损失 我的意见 你看我今天来 坐在你们面前 就我们两个人 咱们这个敞开心扉聊一下 我今儿来肯定不是来推卸责任的 我是来解决问题 咱们有事好商量 那你想要怎么解决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如果 如果明远收购了海鸟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如果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不存在 吵析这个事了吧 还有最后六天马上就要怎么办 这六天想做什么呀 我作业还没写完 你好 作业 你就剩六天了都不 想想怎么陪我 我想陪你 可是作业还没做 什么作业啊 我这次啊 想带一些手工驻马回到法国去 为什么突然间想找驻马呀 虽然这种手工驻马 它不够精致呀 但是 它非常实用 和刺绣那些比的话呢 它也是有非常悠久历史的 用它来展现传统文化 最适合不过了 你觉得呢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儿生产驻马 真的吗 那能不能 好好表现我带你去啊 小狗狗 他请说 publicity philanthropy 陈总 您这要去哪儿 我拍车送你过去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开车过了 这一次非常感谢您啊 在驻马方面 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菠总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祝您一乐水鰻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走吧 走吧 可是我们刚刚看那个 筑马功力真是太棒了 你说古代的劳动人民太有智慧了 但四千七百年 年纪会用筑马做衣裳 小家颇有收获啊 我觉得呀 我这次做也教你 一定能拿个好成绩 这儿风景真好 早知道你这么开心啊 我说不定应该早点 带你车到晚了 嗯 约翼啊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咱们既然来都来了 四处逛逛 嗯 为什么把你耐心 身上到你那边 请 我说 能不能休息了吧 好累 爬了多一会儿 你得休息三次了 现在好累啊 还要爬多久啊 啊 要一半了 一半 就你这小体力 咱怎么爬到山顶啊 我说 你平时也不怎么运动 怎么都不累啊 我体力好了 走吧 先去一下 真的好累 哎 你给我唱个歌 咱俩别唱歌变成了好不好 我劝你不要听我唱歌 我听你必说过你唱个泡掉 我把我俩听了 唱给你啊 好 大山地子孙 哦 我说你不要听我唱歌 我听你必说过你唱个泡掉 我听你必说过你唱个泡掉 我把我俩听了 我唱给你啊 是多难了 没有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回合 我要做你最后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太肿了 太肿了 忍一下啊 嗯 好臭啊 现在怎么办啊 我哪要爬上去 我这脚都扭 这么不怕 我背你啊 你背我别了 我不背你 把自己扔在这儿啊 我可以进去走一下 是不是你唱个歌也能把脚摆了 可是山路本来又难走 你还背我肯定都难了 那怎么办啊 把你扔在这儿 我可以坚持 来 快 起来 来 好 山走啊 上山了啊 今儿唱啊 好 你叫你什么 蓝精灵 日志你好 哎呦 人的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一只蓝精灵 你这个个物啊 我 什么 老唐啊 我发现这个方卫国不但没有收手 而且这几天在股市上 还持续有动作 哎 你跟明轩是怎么想的吧 我都坐不住了 你们还在这儿 你今儿说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这个事情我不可能不管 老夏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其实 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收购股票 来看好他 哎呀 那要这样下去的话 那就只能等百分之十的公告出来了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明轩一直也在外面在跑 为了这件事情 哎 我心里也清楚 未必会有效果 其实 我仔细地想了想啊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似乎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 在明轩的态度上 老夏 你既然提到这儿了 我想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说一下 这个事情嘛 没事 都肿吗还没事 不疼 不疼 不疼啊 嗯 疼了 不揉了 不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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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什么呢 我之前 经常会想起小毛子那本书里面的一句话 我就这样孤独地一个人活着 没有一个真正聊得来的人 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我每一天过得都好幸福 生活有了色彩 就像是我的安眠药 每一夜为我助眠 每天都可以做好梦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我在想 要不要都再来陪着你 那不然呢 你当然要回去好好地上学 你不是想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吗 我还等着看你的胸呢 我未来的老婆最棒了 我回来了 珠珠 吃过饭了吧 吃过了 过来 吃点水果 芒果不错 很漂亮啊 哪买的 是吧 漂亮吧 朋友分门 男的你当 干吗姑妈 搞得这么紧张 你是女孩子 外面社会那么乱 碰到坏人怎么办 要碰见那个叫什么渣男 渣男 姑妈你还懂渣男呀 与时俱进 这个容易啊 让珠珠谈个男朋友保护她 你要真有男朋友一定要带回家来看看 不是男朋友啊 就是普通朋友 有男朋友你敢吗 普通朋友 你知道你哥去哪儿了吗 我打了一天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他可能山里没有信号吧 山里 他去山里干什么了 他去找莫菲姐了 你们没觉得吗 他自从认识了莫菲姐 整个人都开朗多了 业余生活都丰富起来呢 当然了 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 到大自然里面去陶冶一下 这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什么时候了 大家为了公司的事情都急成什么样了 他还有闲心跟那小姑娘跑到山里去转 这要是被夏真东和那些股东知道了 会怎么想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会玩的人才会工作 他应该有他的自由啊 他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的自由与不自由 跟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 他要自由可以啊 大街上的无业游民自由得很啊 他去吗 说不过你 你都是对的 天哪 小心点 小心点 妈 都肿了 没事 你没事 阿姨 没事 一点都不疼 对不起阿姨 没照顾好她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是她一天到晚的四处乱跑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小孩子都比你懂事啊妈 好那么也都不知道讲一声 要不是姐夫你回得来吗你 告诉你不要以为我脚崴了我就揍了 你俩够了 你俩够了 平常常常也就算了 今天客人在海场 海场 他们俩这样我都习惯了阿姨 明轩 择日不如撞日 刚刚我还跟莫凡说呢 哪天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今天来了 就留在家吃饭吧 好啊 那你们先坐着 好好敷着 没事 谢谢啊 还没事 这车里都哭了 丢不丢人 是谁这 小拓我 明轩啊 找你来是这么一件事 刚才你夏叔叔来过了 来跟我们商量 关于两家股份的事情 她是这样的啊 夏家一如既往地继续地支持我们 目前夏家的股份呢 是雪凌在操作 她建议我们 结成一致行动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我们两家的实力 再加上支持我们的一些小股东 那么方卫国那边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是 是吧 对 以我对我夏叔叔了解 应该是还有夏晚吧 是 你怎么说呢 你夏叔叔这一件事 是 既然两家股份结在一起了 那么 对于雪凌来说 我们应该给她一些个 保障 基本保障 保障 什么叫保障啊 你这话说的怎么跟交易似的 你 你来说 儿子 是这样 雪凌呢 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知根知底 你跟她呢 也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也是有感情的 夏家呢 也不愿意白白出力 本来这些呢 也是夏震东 留给雪凌的嫁妆 我觉得呢也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 现在现实情况就这样 我们呢 也不能空手掏白狼不是 其实你们不用说这么多 铺垫这么多了 就是为了公司利益 你们又准备把你儿子给卖了 对吗 是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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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不可能 不 明雪 不是我的主意 我就知道谈不成嘛 对 但是这个事情得解决吗 你有其他办法吗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老夏也是的 老夏提这个干吗呢 你说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他不是这家里的一份子 他不是公司既得利益的 最大受益人吗 现在家庭和公司 到了危难时刻 他做出点牺牲怎么了 不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 你和老夏说的是利益 他说的是感情 对吧 还是应该尊重孩子这一件 他不能既享受了公司应有的待遇 右边做出任何牺牲吧 公司这么大 谁没做出过牺牲啊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干吗呢 你躺在床上老是翻来覆去的 怎么了 今天明轩这个口气跟我说话的时候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 你让我说什么 我又不能强迫他 非要跟哪个姑娘结婚 你也做不到 再说了方倩那个事情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是吗 你要是老是这么强迫他的话 哪天你儿子急了这一辈子打光棍 我看你怎么办 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问你 年轻的时候我希望你多点时间陪我 记住我的生日 记住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记得住吗 那些事情不重要 不重要 你到今天都记不住 明轩七岁的时候 发高烧收成肺炎 你当时在工厂跟工人赶工 通宵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带着他去医院 还有那年 我做节食手术 我一个人签的字 自己做的手术 你在哪儿 你在国外出差 对呀 不是在忙吗 对呀 公司发展到今天 谁没为这个公司 咒出过牺牲啊 在什么样的位置 要说什么样的话 他今天眼里面只有小情小爱 怎么能做大事 自古帝王都要做出选择 凭什么他不能 为公司的利益 做出牺牲呢 除非他两度都能兼顾 又能兼顾得到 又能兼顾得好 那我就永远闭嘴 你别装听不见啊 你就放纵他吧 就是你惯了 你懂的吗 你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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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点 想换你 你不敢说